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次回来华耀电视的粤语新闻报导 接着来是美东的社区消息 今晚逮捕了一名疑犯 他在一度从警方手中逃脱的警方期后 再将他追捕归案 这是20岁的疑犯叫马格萨若 昨晚7点半左右 他已经被警方扣上手扣 但仍然逃脱了警方的控制 随后有人看到疑犯进了富兰克林的地铁站 警方随后立即进行追捕 也导致地铁1号、2号、3号的地铁线下城区有所延误 最终警方在今天凌晨 与疑犯位于日落公园的住所将他再次拘捕 疑犯马格萨若之前因为偷野被捕 被控轻微的偷窃罪名 这也是今年第六次 又已经被捕的疑犯从警方的手中逃跑 纽约的无家可归人士有增多趋势 经常为社区造成负担 为此市长白诗豪公布了一项新计划 专门治理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新计划叫做Homestay 之前纽约警局采取的犯罪地图计划相似 工作人员每天对曼哈顿Canel街到145街范围 采取地毯式检查 并和无家可归者进行一对一的帮助 如果民众在街上见到有需要帮助的无家可归者 也可以拨打311 白诗豪表示这个报告 经在一个小时之内得到回复 政府会计划增加137名人手 以满足计划的需要 目前已经有工作人员开始上街探访一些无家可归者 但是计划全面实施 还需要等到明年的3月 纽约城市赌大桥今日正式是关闭 对于布朗市区的民众来说 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座大桥已经有114年历史 它连接着城市岛和布朗市区其他的地区 现在由于大桥过于老旧而关闭 新的大桥预计在2017年才会完工 目前汽车只能从另一个临时大桥通过 今天下午 又留戀城市岛大桥的市民 在城市岛聚集 最后一次登上大桥留下永久的记忆 今天对于星球大战的影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星球大战 原力觉醒 在今天凌晨上演 纽约各大戏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龙 而电影也不负众望 得到很多观众的称赞 今天纽约是阴雨绵绵的 但是没有阻挡着影迷的热情 首演票早已经是受兴 即使有票的民众也早早在戏院之前排队 就是希望坐在一个好的位置 有些影院甚至今天凌晨三点就提前开门 迎接影迷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表示 电影非常好看 直回票价 上一部的星战系列电影要追溯到2005年 而今后的四年 有四部新的星戏电影是陆续上映的 一名来自中国的女留学生 在皇后区白石镇住家附近 租歹徒割箱面部毁容后逃一 幸好未相及要害 经过医生急救已经无大碍 这件事件传出之后引起了社区普遍的关注 周议员金兑石获得消息后立马 立即前往了解情况 他表示过去一段时间 纽约市已发生多宗 疑似针对亚裔模式的攻击案件 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并协助警方辑控 针对一名来自中国16岁女学生 16日早早在白石镇前往上学途中 突然遭到歹徒割念毁容的事件 周仲议员金兑石表示震惊 并协助受害人 申请中国的亲人来美国探望 金兑石表示 接获消息后立即前往医院了解情况 目前女生仍然在医院留医 没有生命危险 但两边念和颈部喉咙 遭割出深深的血痕 现场也血迹斑斑 社区民众都代表警方 目前歹徒仍然在逃 警方希望民众协助提供资料 早日插空 据了解 案发后 附近居民向警方表示 曾经有疑似图像中的白人青年 向亚裔居民攻击的暴力案件 似乎是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针对石说 全市已发生多宗疑似 专门针对亚裔的模式攻击案件 他已去信市长白思浩 要求市政府展开调查 同时呼吁社区团结一致 反对仇恨暴力犯罪继续违害亚裔社区 华语电视采访报道 司议员顾雅明举行年中记者会中宣布 正式聘用商语人员陈潤之出任办公室 社区关系主任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顾雅明举行年中媒体记者会 与华人媒体记者共庆圣诞节 正式宣布聘用商语人员陈潤之出任办公室 社区关系主任 据介绍陈潤之曾经在美国和亚洲不同的 传统和新媒体工作主要负责赞写政治 公共政策及行政执法的新闻 在新的工作方面将利用他过往的经验 协助顾雅明在20选区内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 以提高公众对政策及公民事务的参与 在圣诞新年来临之際 顾雅明亦都透过本台向广大观众何节 顾雅明在这里我祝福所有的华语电视的观众们 祝你们节衣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华语电视采访报导 很多人都有养鱼或者钓鱼的嗜好 无论你是喜欢养鱼的水族爱好者 或者是钓鱼的发烧友 最近布伦、碑17街和Beth Avenue 就开了一间鑽石水族馆 为水族爱好者提供专业的器材 鑽石水族馆售卖各式各样的水族用品 例如有不同尺寸的鱼缸、气泵、淚水器、自动喂食器 各类的鱼粮、鱼缸药水等等 鑽石水族馆都有售卖各种钓鱼用具 有各类尺寸的鱼缸 无论是大人、小人都有合适的尺寸 红色、蓝色、白色的龙虾仔 是时下最流行的水族新宠 迷你观赏虾仔更加是水族发烧友的治爱 Once you have lots of color in your tank it makes everything look better We also have flower horns 鑼血,鑼血,是铄鱼 鑼血,鑼血,鱼血,鑼血 鑼血い鑢 鱼辅 México 水族用品、水族裝飾、水草 各種鹹淡水魚 以及各式各樣的稀有品種 Diamond Aquarium、鑽石水族館 都可以為大家找到 其實養魚一點都不難 只要定期換水 保持一個健康的水族環境 讓你喜歡的魚、龍蝦仔 又或者迷你觀賞蝦 你都可以擁有一個令你心情愉快 賞心愈目的鑽石水族館 Diamond Aquarium鑽石水族館地址 在布陸倫Beth Avenue 1735號 電話917-250-2282 917-250-2282 Diamond Aquarium鑽石水族館 華語電視採訪報導 行動 行動 天聖 romance